今天是机车定期检验业 到减日已经连刷12年 下车前的第一名 传播教是这支高丽民众接受定期检验诈 从今天开始连刷一个月 车主要到传播 所有人口的机车 排去检验专专专专专专 第三 茶叶蛋兑换券 传播教感谢车主配合 共同创作传播的环境 为传播机车没有空气污染的白红 每年定期保险 定期检验是最实质严重的方式 家企市反复局表示 家企市机车定期检验到检验 已经连续第12年 核立全国第一名 今年度为了提升13.5的目标 利用家企市 在分家人四关市消费中心 的第二位是 为了要让机车定验再提升 增加外观市 车接到家企市定验的誘因 这些月来定验都有差跃 这些单来收赏 从12月1号开始 只要到嘉义市辖区内的定检站 完成机车排气检验 检验站的人员就会给您这样子的一张兑换券 这张兑换券里到我们嘉义市辖区内的统一超商 或者是全家便利商店 就可以免费兑换一颗茶叶蛋 因为其实嘉义市的民众都非常配合 我们的定检率都很高 但是其实统计到10月份 我们发现还有3万多辆的车子 是还没有完成定期检验的 所以希望可以借由这次的活动 再唤起大家来做定检保护环境 这样子的意识 然后送茶叶蛋给各位的话 也是希望可以借由这样的茶叶蛋 让大家都有活力满满的一天 无限定车两摆一摆 只要在嘉义市人口的 旗车白旗总共担定点 就会费的好励 这心情报 嘉义市采用报道